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就在今天沒有做 齊爾的火焰造型 那個颱風 終於出了,你知道嗎? 我等這個造型等了好久 一開始大家都在猜這支造型是什麼 結果有人說是齊爾,我就一看 好像真的是齊爾 結果真的就是齊爾啦 那這次呢,他出的是這個時事造型 我竟然好像賣400多吧 哇有點貴 不過我覺得他的特效 真的是挺酷的 各位等等就看他的特效到底是怎麼展示 等我一下我的一技能 馬上為你展示 他的一技能就是直接 整把刀都變成火焰的顏色 就是 超喜歡這種超炫炮的你知道嗎? 我的老天爺 然後二技能就是 自己變成一個火焰的龍捲風 然後這樣順過去 哇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在會戰的時候 齊爾那個 根本就像一坨火焰在那裡窮來窮去 哇 帥爆帥爆 然後你那個被動不停的刷新 然後大絕 喔對 他的大絕也是一樣 也是用火焰的 等等 等等來看 等等來看 那我們前期呢 玩打野就是 先把這個野怪呢 給刷掉 然後趕快先升到市集 搶市集 然後來去做 更 更可 什麼更可 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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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時候呢 看到對面莫托斯 是在偷吃我們家的小野怪 那我們就迅速的 交出寒冰制裁 然後把這個 紅buff給制裁掉之後 然後順勢的呢 哇 這個莫托斯 當義工 非常非常好 我們這裡呢 等一下 蹲一下 因為對面莫托斯 感覺就是會出來洗這一波冰線 我們呢 等一下 他一衝出來之後 直接交出一個 一技能 然後大絕 不過 剛剛那個距離沒有抓好 沒有抓好 不過呢 我們是順勢的把他的人頭給抓掉 好 這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小地圖上面 我們的上半部呢 哇 對方是做一波的集結 那我是覺得應該是 隊友先去清兵線就好 這個 魔龍戰 我不敢去搶 不敢去搶 因為隊友的 血線非常非常不好 然後我現在沒有大絕 所以我決定呢 先把這個古龍給吃掉 不過我還是有留住我的制裁 因為我 怕萬一啦 如果隊友沒有開的話怎麼辦 結果 還真的 對面真的沒有開 呵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先把這個中路的兵線 Rush掉 一定要逼迫對面呢 來去中路 把這個兵線給洗掉 那很明顯的 對面呢 剛剛完全沒有吃這個魔龍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是非常非常賺的喔 我們是賺了下路的一顆人頭 然後還賺了 這個古龍 OK 然後這裡呢 直接把這個 藍buff給 這個 我們家中路 哇不是吧 哇 我們家中路 感覺意圖不好喔 呵呵 他感覺是想要把我的 buff給吃掉 沒有關係 我們至少還是把藍buff給吃掉 這時候呢 我就是要去打一個counter位 因為 對面有一隻小丑嘛 那我是counter小丑的 不過呢 走過路過 剛好遇到對面的 我們這裡呢 直接刷起一個被動之後 然後再直接開大絕 利用一個被動的二技能 直接順出來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家大象是被對面給黏住了 我們先來保護他 等隊友過來支援 不過我這時候快 哇 差一點點 快要撐不住了 結果還真的停不住了 真的就差一點點 我就活下來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至少呢 結局是好的 我們家中路還是順勢的 拿到了這個雙buff 然後這時候小丑說 那麼兇 沒有辦法 就是打 齊爾 你一定要打得兇啊 對不對 然後你又玩這個 這個造型 這個造型 我真的覺得超級炫炮的 根本就是流氓造型 你知道嗎 火爆 火爆浪子 齊爾 我決定就叫他這個名字了 炫炮 炫爆 那個特 那個特效我真的超喜歡的 史詩級的造型就是不一樣 賣433 我覺得 以我這種 喜歡玩齊爾的玩家 我覺得 值得 值得 OK 好我們這裡呢 蹲一下 因為很明顯的 對面的 井呢 是 軸位一個失誤 那我們這裡呢 直接順勢的蹲到他 交出大絕 勝利 收下他的 藍buff 還有人頭 好我們這裡呢 就趕快退掉囉 因為 不要在敵方的這個野區 深入太久 你已經賺到了 你就趕快退出來 然後看看等一下要幹什麼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直接 Rush這一條 魔龍 好按一下 提結燈號 好我們這裡呢吃的不是說很快的 因為 沒有其實吃的還蠻快的 那我們這裡 重擊漂亮 這個重擊 不要說了好不好 練過的練過的 剛剛剛好 1500的時候 剛好直接中下去 這個重擊就是要記得 齊爾就是你打最後一下被動的時候然後重擊看準一起丟下去 這個就是齊爾的重擊小技巧 好我們這裡一樣先蹲一下草叢 因為不要讓對面知道我在這裡 這裡呢我已經知道對面的中路是由下面的那一個草叢 然後走上了 這裡直接一個二技能然後加上一技能大絕 哇 一波輸出直接把他給灌倒 不要讓他有任何機會逃脫 好我們這時候呢 感覺是 升路太久了 趕快按一下這個撤退燈號 然後先把兵線呢給洗掉 上了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好我們就順勢的呢 來去洗這一個野怪 喔 這個 喔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重路 真的有點鬼怪多 怕怕的怕怕的 沒有關係他是去吃對面的藍 那至少我們家的藍我可以吃了 然後這之後呢 趕快跟過去 因為對面木桌子一樣 就是一個 就是你要記得啦 不要用臉去探草叢 像現在這支圖的也是一樣 他是用臉去探草叢 這個動作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之危險 因為這個遊戲不像肉一樣有眼睛 然後 如果你在用你的臉去探草叢 真的是超級危險的動作 這時候呢可以看到小地圖上面呢 對面中路是在做集結動作 那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理他不要去參加 不要去跟對面開場 我們直接把對面的 二塔呢給偷掉 然後順勢的呢把這個 紅buff也一起洗掉 這樣才是一個最短的做法 你看我完全沒有 耗損到任何東西 然後我就換到了一座塔 一個紅buff 這樣是不是超級轉 沒有錯超轉 好我們順勢的呢把這個藍buff給洗掉 喔這時候呢已經出到雙刀了 你要記得 希爾一出到雙刀 他的輸出能力會非常非常之誇張 就是你那個被動打下去會超級痛的 那我這裡呢直接刷起一個被動之後 這個二技能呢剛剛有一點小小失誤 那沒有關係我們先交出制裁 不要讓對面的莫托斯 牽到我們 那我這裡呢先拉開距離 直接去吃一下這個骨龍 那隊友呢也是順勢的把人頭給吃掉了 你看到剛剛那一波輸出 我被動直接一砍下去 哇 那個輸出爆表 超級超級痛的 OK 這時候呢戰局來到一個14比1 基本上我們這個 帶風箱已經帶起來了 所以隊友都超級超級good了 全部人都是歐洲人 非常非常好 那你要記得 答應的時候如果你沒有血線 那你又不想回家 你就可以選擇呢來去清一下野怪 因為刷野怪就是會讓你自己 引其他野怪就是會 讓你回補你的血線嘛 就是還不錯 那對 不過希爾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呢 你還沒有出到生命法上的時候 你不會像其他物攻角色一樣 像是 其他物攻角 比如說莫拉納克那種的 因為他們有紅色打野刀 所以他是有一個 普攻就吸血 他們會回的比較快 那 希爾沒有 所以你要記得就是 要算一下血量 那沒有關係我們這裡呢 成功的收下 又收下了對面的紅buff 這時候呢準備進行一波進攻 因為我們是火爆浪子嘛 當然要擋得很火爆 這時候呢看到殘血的 敵人直接一個大絕 配合上一技能 再一個二技能 直接 配合小丑的 哇 這波會戰 大家打得超級超級漂亮的 我先進行一波收割之後 然後把對面的 緊的血線給打底 然後小丑一個 預判的一技能 配合上隊友直接衝進來 然後我們最後呢 直接進行 一波收割 只剩下對面一個 骷髏頭 莫托斯 這時候呢直接踩高地塔 這個對面還有 三秒要復活 感覺拆得掉 莫托斯回來了 不過這時候 對面直接 偷向 認輸 我們順利的拿下 這顆星星囉 那影片最後呢 Garry順勢回答一下 很多網友想要知道的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現在 齊爾達也已經沒有像以前 這麼這麼的盛行 甚至是在比賽場上 也已經看不到他的 終極了 原因就是因為目前這個版本的OP角色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 齊爾這隻角色他是吃 被動刷新 然後他需要用一點肉身來去扛一點傷害 所以如果你進去 沒有成功收割到人頭的話 你就會非常非常尷尬 然後現在呢 大男又太多了 什麼戰尼爾 神力女超人 一堆 那種 坦克陰道爆炸 基本上 你那個齊爾刷進去 你是會被分擔傷害的 所以呢 倒不如選一隻莫拉 才是一個正確的 選擇 所以呢 這就是我對齊爾達也一個 目前高端場上 就是很少會拿出來用的一個原因 我自己認為啦 應該是這樣子 OK 那本期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 最後呢 別忘了 幫蓋瑞呢 按個讚 並且呢 把這整個影片分享出去 讓大家知道 哇 這齊爾的新造型 到底有多炫炮 這個特效 對不對 那也別忘了 訂閱蓋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旁邊的 小鈴鐺 接收影片的最新通知 那我們就下期見囉 掰掰 下期見囉 下期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